我认为就是因为柯文哲 柯文哲这个民众党 他虽然在岛内出现了所谓的 成为第三势力的政治代表 但是民众党跟柯文哲 连柯文哲自己都不否认 他是绿营的 都是绿营的 刚才有提到柯文哲的那些小草自治者 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绿营的 还是从绿营分过来的 所以他们的政治立场 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的政治立场跟主张 其实在我看来 这些小鸟跟青鸟差别不是太大 差别不是太大 小草跟青鸟包括民进党跟民进党的 区别是在岛内的政治分配 政治资源的分配 怎么运作 这个可能是更大一些 而这两岸关系立场上 跟主张上 他们大概差不了太多 这也是我前面提到 为什么耐心的民进党 想借助自己的执政的优势 想把柯文哲干掉 是吧 他认为这样干掉的话 有可能重新整合绿营 避免绿营再次进一步的分裂 不利于民进党在台湾的长期的执政 所以这个是从战略上的一个考量 就是民进党在战略上的考量 那么相应的对两岸关系这块的影响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即便柯文哲民主党被打爬下了 那么他倒不倒 我认为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也差不了太多 岛内存在第三势力将来 在我观察起来是有可能性的 我一直在看着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迹象 从寒流的行程 到张亚中上次在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中的 超出一般民众的一般人士的 预期的高票率的螺旋 对不对 这两件事情本身 包括柯文哲民主党的政治势力 能够在短短五年的时间内 能够看起来也难成为第三大政治势力 对不对 它其实是其来有致的 是其来有致的 那这里面其来有致 大概就是两个方面非常明显 第一个方面是民生经济的问题 民生经济在二三十年来 邱一老师跟我们都是研究经济起家的 对不对 我们对台湾民生经济的发展的过程 我们是比较清楚的 对不对 所以这二三十年来 大家都知道 台湾曾经是从六十年代初期起飞以来 都有长达四十年代 将近四十年代发展的荣景 亚洲四小龙之首 发展的奇迹 均富社会 常富移民的社会 对不对 可是大概从九六年之后 特别是两千年以来 我们明显的看到台湾社会 这个这二三十年来 基本上是在经济成长 是在减速发展 在持续的减速发展 对不对 从曾经高大两位数的成长力 已经衰减到百分之二左右的一个成长力 对不对 那不仅是腰斩是斩到螺丝骨了 除了经济本身面出了问题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政治面的问题 大家知道从1996年来 1996年台湾政治转型实行政党政治 选举政治 对不对 经历了这八次大选 相当于两代人 4832年两代人的一个选举过程 也经历了政党轮替 国民两党都上台执政了 对不对 但是台湾广大基层庶民发现 国民两党无论谁执政台湾 并没有能够解决广大基层庶民的 这个基本的核心诉求 对不对 除了安全就是要有钱嘛 对不对 这两个是台湾广大基层民中的 普遍的诉求 对不对 搞态度的分离那帮人 多数人也想吃饱了饭来搞态度 是不是 也想安全的和平的态度 对不对 所以广大曾经经历了 前沿角木时代的那一帮广大基层庶民 在那种庶民开始从经济觉醒 走向政治觉醒这么一个过程 他们开始对国民两党的权贵 都不太满意 都不太满意 所以那么这种背景下的话 所以他们民众广大庶民的一个觉醒 从经济觉醒走向政治觉醒 这么一种态势是有可能形成第三世纪的 它是有群众基础的 所以从民众到包括国民党的党员 我都看到有一种他们在反思 在觉醒的这么一种态势 所以从中长期上来看 从更长期上来看 即便今天柯文哲民众党倒了 但是第三世纪好像还是成不了什么气候 但是我认为是迟早的事情 台湾迟早会有真正的第三世纪成长起来 但是大家就留意了